以下是与UC伯克利分校教授,伯克利机器人学习实验室主任Peter Bill的对话,他是世界顶尖研究人员之一,致力于研究如何让机器人理解和与周围世界进行互动,特别是使用模仿和更深层的增强学习。 这段对话是MIT人工智能通用智能课程和人工智能播客的一部分。 如果你喜欢,请在YouTube、iTunes或你选择的播客提供程序上订阅,或简单的在Twitter上与我联系。 我的名字是Lex Friedman,拼写为FlyD。 现在,让我们开始与Peter Abiel的对话,你提到过,如果有一个人你想见,那就是罗杰费德勒,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机器人可以完全自主地打败罗杰费德勒,达到他的水平,罗杰费德勒水平的网球选手。 嗯,首先,如果你能让我见到罗杰,记得告诉我,关于让机器人打败他,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对于我们在AI中思考的许多挑战来说,软件确实是缺失的一部分,但对于这样的问题,硬件也远远不够。 要真正拥有一个可以在网球场上奔跑的机器人,波士顿动力的机器人正在接近,但仍没有人类水平的奔跑能力,然后挥舞球派,这是一个硬件问题。 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硬件和软件问题,我认为两者都会独立取得进展,所以我会说硬件可能需要10至15年的时间。 我只是猜测,哦,打在草地上,笑,如果是打在红土上,那可能会更难掌握,因为会涉及到打滑的问题,但是,你不必局限于双足站立。 我的意思是,我相信可以设计出一个不同的机器来打网球,比如说,一个能够在轮子上移动的机器,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认为,相比制造一个完整的人形机器人,这个任务可以更快地完成,你认为挥动球派有多难? 假设我们只是安装一个固定的机械手臂,比如标准的工业机械臂,它可以洗球并挥动球派,那这个任务有多难呢? 好问题,我不确定它会不会非常困难,但我相信这需要很多实践和试错,特别是,如果我们用增强现实技术来进行训练,第一次它可能无法完美挥拍,但我认为它会学会正确的方向。 我认为,如果在一个侧面设置一个发球机,然后在另一侧设置一个带网球拍的机器人,再加上一些预先训练和模拟,这个任务是可行的。 关于精度方面,我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一些高水平的球员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和旋转打出界限球。 最近我看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机器人操作是Boston Dynamics的视频,尤其是最近的那个可以做Parkway的机器人。 虽然我们不知道它的内部细节,但即使是硬编码底层操作,也能体现出它的高强度和卓越的物理能力。 您曾经见过Spot机器人,可能在现实中见到过许多这样的机器人,上次听说是在Jeff Bezos组织的火星事件中看到的。 他们把他带到了那里,并且他很好地围着Jeffer。 当Jeff离开房间时,他们让他跟随他走,这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因此,我认为知道这些机器人中没有任何学习的内容,所以在心理层面上有一些信心。 因此,在了解到并且知道没有任何学习的情况下,和Spot Mini在今年早些时候见面,进行了一对一的互动,在心理层面上产生了深刻的联系。 即使你知道它的基本工作原理,也会有一些神奇的地方。 因此,您是否考虑过在物理世界中与机器人进行互动的心理方面? 即使您只是向我展示了PR2,机器人有点像一个面孔,有一些东西让您立即被吸引。 您是否考虑过机器人问题的这个方面? 嗯,这很难用Brad来解决。 在消除繁琐任务的伯克利机器人中,很难不把机器人当做人来思考。 似乎每个人都称他为他,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使他更像一个人而不是机器人。 对此的思考似乎非常自然。 上周末让我印象深刻,我多次在视频中看到了Pepper机器人, 但是那天我参加了由富达Fidelity组织的一个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他们编写Pepper帮助主持一些会议,并且编写Pepper具有孩子的性格特征。 这让我很难不把他当做自己的人看待,因为他只是跳进对话,使之变得非常互动。 主持人会说,Pepper,跳进来,然后Pepper就像一个人一样做到了这一点。 我完全是预先编写好的脚本,即使这样,也难以避免有一种某种存在的感觉。 因此,当我们让机器人在这个物理世界中进行交互时,这是否可以作为强化学习中的信号使用? 您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您认为心理学是否可以被纳入其中? 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 我认为,他们之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在思考我们到底有多少独特之处。 他们在看到一些结果之后,看到一台电脑下围棋,他们会说,电脑做到了这个。 好吧,但它真的有情感吗? 它真的能以那种方式与我们互动吗? 一旦你接触到机器人,你就开始感觉到了。 我认为从神话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运行一些像reinforce some Linux这样的优化目标,那么第一对象可能会与人类的互动程度绑定在一起。 为什么不能让强化学习系统去优化机器人的趣味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互动,越来越像一个人或宠物? 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但它可能会拥有那些特征,并自动获得它们。 只要你能将喜欢某物的目标形式化,你就可以展示出什么是地面真相,你如何从人类中获取奖励,因为你必须在人类内部收集这些信息。 但是您说,如果您能将其作为目标明确表述,它可以被学习掌握,没有理由它不能通过学习而出现。 也许一个表述目标的方法之一,就是不一定需要明确评分,因为标准奖励是数字,数字很难获得,比如1.5或0.7这样的良度,很难用人类的方式评估。 但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们说,好吧,你做的这个,过去的5分钟,比前面的5分钟好多了,这样就可以进行比较。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结果了,例如Paul Christina和OpenE的合作者们制造了Hopper小蝗虫一腿机器人,可以座后空翻,这完全是靠反馈来实现的。 人们说,这个比那的好,经过一系列互动,他就明白了,人们想让它座后空翻,虽然机器人不知道该做什么,但他知道,有时人们会说这个更好,这个更差,然后机器人就根据得分推理出,人们实际想让它座后空翻。 我认为,对于更互动的机器人同样适用,机器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这种行为更受欢迎,而那种行为则不是那么受欢迎。 所以,当我第一次拿起Satan的强化学习书时,在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重新崛起之前,IRL对我来说,就像魔法一样美丽,看上去就像是智能。 那么你认为,我们在奖励被延迟,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如何学习关于世界的任何东西呢? 你认为强化学习为什么有效? 你认为,在这种稀疏奖励的情况下,你能够学到任何东西,无论是普通的强化学习,还是更深入的强化学习? 你的直觉是什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强化学习需要这么多的样本和经验来学习呢? 因为当奖励很稀疏的时候,你可能要执行上百次的动作,你获得了一个奖励,可能得到了三分,我说好的,三分不错,但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你再试一次,这次我得到了两分,你就知道,第二次做的那一百个行动序列要比第一次做的差,但是现在很难知道哪些更好或更差,有些可能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好的或不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如此多的经验。 但是,一旦你有了足够的经验,有效的拆分它,就可以说,当你获得更高的奖励时,一贯存在什么,当你获得更低的奖励时,一贯存在什么,然后神奇的问题就来了。 策略梯度更新是说,现在让我们更新神经网络,实在事情变好时出现的行动更有可能发生,但事情变差时出现的行动更不可能发生,这是反思的角度,但似乎你需要运行比目前更多的次数,才能使其运作。 即使现在人们可以说强化学习非常低效,但它似乎比人们想象的纸面上更高效,简单的策略更新,策略梯度似乎可以学到任何东西,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至少在这方面有什么直觉吗? 我认为,有几种理解这个问题的方式,最初我们在伯克利开始研究深度强化学习时,大约在2011至2013年,Challenge Showman是一位博士生,最初在这里推动了他的发展,并且当时我们所考虑的方式是,如果你想到修正线性单元,或者断点反馈神经网络,你会得到一种分断线性反馈控制。 如果你回忆一下控制系的知识,那么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考虑如何在几乎没有预先定义目标函数的情况下实现强化学习,因此,通过迭代来不断地获得奖励,以及选择更好的行动,同时,更新策略梯度来优化神经网络,以使其可以预测何时采取哪些行动。 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我们可以将策略视为一种控制器,并尝试通过更新神经网络来设计出一种控制器,使其能够产生所需的行动,从而实现强化学习,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策略梯度法来实现,这可以很好的学习到任何类型的行动,因为策略梯度可以在一个不显示的定义目标函数的情况下进行优化。 你看一下关于线性反馈控制的文献,它非常成功,可以出奇的很好的解决许多问题,我记得,比如当我们进行直升机飞行时,如果你处于静止飞行状态,而不是非静止状态,比如盘旋,你可以使用线性反馈控制来稳定直升机,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系统,但是控制器相对简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即使你控制的系统非常复杂,往往比较简单的控制结构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仅仅使用线性并不足够, 这就是神经网络的一种思考方式,有时他们会在人们已经尝试手工或用有限状态及磁砖化空间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尝试,例如,这里是一个线性控制器,这里是另一个线性控制器,你的网络学习到了将一个线性控制器放到这里,另一个线性控制器放到那里,但其中还有更微妙的东西,这个线性控制的方面受益于这种磁砖化,但它在逐渐意为为的进行磁砖化,因为假设你有一个两层的网络,即使是隐藏层,你也可以从活跃到非活跃, 或反制进行转换,这实际上是一个轴,但不是作为线性,而是改变的一个方向,因此,你具有这种非常渐进的空间磁砖化,在线性反馈控制器之间,共享许多专业知识,这一直是我的直觉,为什么可以期望这样做相当不错? 实质上是利用了线性反馈控制如此出色的事实,但当然这还不够,这是一种使用线性反馈控制器逐渐磁砖化空间,并在它们之间共享很多专业知识的方法,你认为这是否可以将其扩展到越来越一般的问题上? 例如,当你开始增加控制器维度时,或者在控制器数量下降时,如果您获得了一个干净的奖励信号,您觉得这种直觉是否可以延伸到我们认为是现实世界的那些疯狂或奇怪的世界中,所以我认为,在强化学习方面,真实世界与我们之前取得巨大成功的领域相比,最棘手的问题在于时间技能,这将使我们达到极端的境地。 例如,当您考虑现实世界时,我是说,也许有些学生决定,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好吧,那是决策,非常高层次的决策,但是,如果您考虑他们的生活,我的意思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是由肌肉纤维的收缩和松弛构成的,这是您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是非常高频率的控制事物,但这最终是您做的事情,以及您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除非我猜我们有了大脑读术,您可能可以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通常情况下,这就是您影响世界的方式, 攻读博士学位的决策,相对于您实际在世界中所做的事情是如此抽象,我认为,这就是学分分配变得完全超出任何当前RL算法所能做到的地方,我们需要一种层次推理,这种推理水平目前根本不存在,您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机制获得层次推理呢? 所以也许让我强调一下,我认为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局限性是什么,在事实上,20-30年前已经有了一些可以推理相对较长时间跨度的推理系统, 但问题在于,它们没有立足于现实世界,所以,人们必须手动设计一些逻辑动态描述世界的方式,至于感知,时间和真实对象并没有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现在,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我们开始有能力用传感器真正看到和处理,理解世界中的内容,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尝试将这些东西结合起来。 我看到了几种达到目标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是说深度学习可以以某种方式附加到一些更传统的方法上,现在这种附加可能意味着,你需要进行某种端到端的训练,在这种训练中,你需要说我的深度学习处理,以某种方式导致了一个表示,该表示在PERM中使用了某种传统的底层动态系统,可用于规划,例如,和VIFTOMER和朝鲜接触的方向,一直在推动因果信息消失, 当然,其他人也在进行这样的尝试,这是一种方法,我们是否可以强制将其转化为适合推理的形式呢?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另一个方向是更多的信息理论方法,但我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此,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我们想要实现的不一定是层次结构本身,而是更好的学习速度,因此,我们最终发表了RL squared的论文,这篇论文提出了学习强化学习的原学习方法,即我们不知道如何设计层次结构,但我们知道, 我们想从中获得什么,让我们为想要获得的东西进行优化,并看看它是否会出现,我们看到一些事物出现了,迷宫导航在走廊中的移动是一致的,这正是分层控制所需要的,他应该说,我想走下这条走廊,然后当有机会转弯时,我可以决定是转还是不转,并且还考虑到之前是否到过某个地方,不会重复返回已经到过的地方,虽然它还没有扩展到您可能想到的真实世界场景,但它是原学习这些分层概念的生命迹象,我认为, 这些原学习概念得到了最难和最重要的人工智能问题之一,传递学习的解决,我们在建立通用系统的道路上走了多远,能否进行良好的传递学习,有一些迹象表明,我们能够稍微推广一下,但您是否认为,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 还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突破,才能在不同的学习模型之间传递知识,我对此感到相当疲倦,我认为,已经有一些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了,我意思是,即使是最初的突破,例如2012年AlexNet的大突破,最初的结果是很好的,这在图像识别方面表现更好, 但紧接着这之后,人们发现在图像识别任务中学到的内容,可以应用到新任务中,你可以微调AlexNet用于新任务,这被证明是更大的突破,你学到了可以重复使用的东西,在以前通常情况下,机器学习只能学到一个场景下的内容,这真的很令人兴奋,这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应用,可能是传递学习今天最成功的地方,从范围和影响来看都非常巨大,最近,我觉得类似的通过扩大规模放大这些东西的方法,似乎已经被扩展了, 人们正在训练更大的网络,如果你看一下语言模型的开放眼结果,以及最近谷歌的语言模型结果,它们可能会表现得更好,它们被学习为仅用于预测,然后被重复用于其他任务,因此,我认为,如果你在足够多的事物上,训练一个足够大的模型,它似乎会转移一些深度学习的结果,我认为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不是仅仅通过强化学习实现目标优化,而是以一种迷宫导航的方式学习的,所以,我认为,已经有很多有趣的结果了, 但对于何时称之为泛化的程度,或涉及这些不同任务的泛化水平的问题,可能有些难以理解,你画了一个框架,你说这是学习掌握与学习泛化的区别,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你可能要说这是一个学习掌握和学习泛化之间的灰色地带,我想我曾经听过这样的话,也许是你合约书本结明的访谈之一,我不确定,但是这个例子我很喜欢,就是,如果使用当前的深度学习技术来预测行星的相对运动,它会做得很好,但如果一个巨大的新质量进入我们的太阳系, 它会产生预测错误,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泛化,这种泛化依赖于我们目前可用的最简单的解释来解释行星运动的方式,而这只是模式识别可以很好的预测我们目前的太阳系运动,没有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泛化的例子,现在还不清楚只有,你知道正则化更多,我在强制它提供更简单,更简单的体验,但实际上它并不简单,但这就是物理研究人员所做的, 对吧,它们试图寻找更简单的方程式,能够解释一切,就像整个宇宙动力学的主方程一样,我们还没有真正在深度学习中大力推广这个方向,我认为这是一种普遍化,我们目前的方法还没有达到这个层面,但我不确定是否应该继续这个方向, 举个例子,我最近与统计学家弗拉基尼尔·瓦普尼克交谈过,他梦想着创建一些像E等于MC一样的学习通用理论,你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内,这种努力是无益的吗?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追求,因为有很多证据表明,大脑是相当模块化的,因此,我可能不会认为它是理论,但更多是原则性的。 有一些研究发现,失明的人会使用通常用于视觉的大脑部位进行其他功能,即使在某些人可以以某种方式被重构后,他们也可能会重复使用其大脑的某些功能,这就表明了一定程度的模块性。 我认为,努力寻找这种模块性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我们是否能找到这种东西?当然,并不是大脑的每个部位都是完全相同的,也不是每个部分都可以任意调整,但是,如果你考虑像新皮层这样的东西,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它似乎相当模块化, 你能否设计出同样模块化的东西?如果你能做到,并且不断壮大,它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基本原理,值得追求。你认为发现智能的本质更适合数学方法,还是经验是错?强化学习融合了两种方法,你能证明一些收敛性和范围,同时,许多成功案例都是试试看是否有效果。 那么,你更偏向哪种方法?你如何看待你大脑中的这两个部分?也许我更喜欢用数学方法推进研究。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如果你有一些可以数学上规范化的东西,你就可以跳过很多实验。实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完成,而强化学习的研究过程充满了试错。 但在取得成功之前,你需要不断的试错。如果我们能通过数学方法跨越一些实验,那么对我来说没有疑问,这就是数学的意义所在。希望当你做了一堆实验后,你会开始看到一些模式出现,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些推导,跳过一些实验。但我也同意你的观点,实际上,很多进展都是因为我们无法找到数学方法来快速取得进展,只能一步一步的逐渐取得新的发现。 在尝试教机器人或系统执行日常任务,甚至是模拟任务时,你更喜欢模仿学习,还是自我对弈,让机器人向人类学习,还是让机器人自己计划,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解决,并最终开始与人类进行互动,越令你兴奋的。 你认为,更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是自我博弈。自我博弈之所以如此美妙,是因为它回到了强化学习中的挑战。强化学习的挑战在于获取信号,如果您从未成功过,那么您将无法获取任何信号。 在自我博弈中,您在双方都有可能成功和失败,而美妙之处也在于其中一个得到了更好的结果。 而另一个版本则没有,每次玩自己时,您都会获得信号。因此,每当您可以将某个东西转化为自我博弈时,您就处于一个美妙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比大多数其他强化学习环境自然的更快地学习。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将更多的强化学习问题转化为自我博弈的形式,那么,这将取得真正的进展。 到目前为止,自我博弈主要围绕着有自然对手的游戏展开,但如果我们可以将其他事物转化为自我博弈,比如说一个机器人学会建房子,这对于机器人来说是非常先进的事情。 但也许他可以试着建一间小屋之类的东西,如果可以通过自我博弈来实现,他会学得更快。 如果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这将更接近数学跳跃,因为某人想出了一个公式,可以通过玩这个和那个将任何强化学习问题变成自我博弈问题,您可以更容易地获得信号。 现实情况是,许多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将其转化为自我博弈,因此,我们需要提供详细的奖励,不仅仅是奖励达到目标,而是奖励取得进展。 这需要耗费时间,一旦开始这样做,比如说,你想让一个机器人做某事,你就需要给出所有这些详细的奖励,为什么不只是演示一下呢? 因为我们可以向机器人演示,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你向机器人展示的一种方式,是通过对机器人进行详细操作,让机器人真正体验事物,这非常好,因为这是信造比很高的数据。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你可以在短短10分钟内教会你的机器人一项新的基本技能,例如将瓶子拿起,并放到另一个地方,无论瓶子在哪里开始,它都可以放在目标位置或其他地方,这是Tilenya的一个示范,更有趣的是,现在,你甚至可以通过第三人称学习来教机器人。 机器人通过观察你的行为来学习,而不是亲身体验,然后说,好的,如果你向我展示这个,那么我应该这样做,我不会使用你的手,因为我不能控制你的手,但我会使用我的手。 这就是所说的演示机器翻译,机器人学会了如何实施人类的演示,这是一种人学习,从中可以学习到其他技能。 我专注于自动驾驶技术,你认为,这种第三人称观察的方法,对于自动驾驶技术适用吗? 对于自动驾驶技术来说,我认为,第三人称观察相对容易一些,原因是其中的困难动态非常清楚,所以,与第一人称相比,略微容易一些。 但我认为,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之间的区别,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它们非常相似,因为区别在于谁控制着方向盘。 或者,换个说法,如何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你现在处于一个点,假设在你前面几米的位置,而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 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一点。 然而,在机器人操作交互力方面,情况非常复杂,这是自主驾驶所不同的事情。 我认为,仍然存在模仿与强化学习之间的问题,因为模仿可以给你更多的信号,但是,模仿缺乏并需要一些额外的机制来思考目标或目的。 当然,还有逆向强化学习类型的模仿,也思考目标,我认为这样我们就走得更近了。 但是,如果一个汽车真的没有目标概念来很好的泛化,那么想象一辆完全反应性的汽车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实现你想要的泛化,你需要的不仅仅是行为克隆监督学习中获得的反应性。 因此,很多工作,无论是自我对抗学习还是模仿学习,都将从模拟中获益,并且,你正在做许多关于模拟的工作,你是否有希望获得越来越强大的模拟环境,使得我们在物理世界中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都可以在模拟环境中得以模拟,并可转移至物理世界,我们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吗? 我认为,我们甚至可以重新阐述这个问题,即模拟的力量,模拟器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在模拟中学到更多东西,但也有另一种版本,即你所说的模拟器,甚至不必那么精确,只要稍微代表性即可,我将建立许多模拟器的集合,而不是试图获得一个足够精确的模拟器来学习,并实现真正好的转移学习。 现实世界就像一个模拟器,如果你在其中进行训练,它也可以起作用,但如果你在所有模拟器中进行训练,那么所有模拟器中都会有一些好的东西,现实世界只是其中之一,不能完全等同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而只是来自模拟器分布的另一个样本,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模拟器中,所以这只是另一个,我不确定那个视频,如果它是真的,那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先进的模拟器。 Russell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当然,你真的在努力构建这些系统,但是,你是否经常思考人工智能的未来? 很多人关心安全问题,你在建造在现实世界运行的机器人时,如何考虑AI安全问题,以一种工程化和系统化的方式,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当机器人执行任务时,你需要担心几个安全问题,一是机器人的物理强度,当然会造成较大的损害,同样适用于汽车,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某种机器人,但这可能是非常不经意的, 因此,可能并不是长期的AI安全问题,即A比我们更聪明,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而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例如这个机器人,如果犯了一个错误,结果会怎样? 当然,在这里模拟,也扮演了很大的角色,通过在模拟中测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比如回到驾驶问题,很多人知道驾驶,那么,我们该如何测试一个人的驾驶能力? 以取得驾驶执照呢?你需要填写一些测试,并进行驾驶,我在加州郊区考驾驶执照时,只需要绕着街区开车,成功通过一个停车标志,然后再次停车,你就完成了考试,如果自动驾驶汽车达到相同的标准,那会怎么样呢? 你相信他能够驾驶,但我不认为,这就足以让我信任他,不过,对于人类来说,我们已经发现,一个人能够做到这点,代表着他们能够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因此,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我们必须找到一些代表性的测试,来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当然,在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方面,可以更经常地进行测试,可能还可以制造相同的神经网络进行比较,但我觉得,我们还没有为机器人制定出这种单元测试,或者适当的测试方式, 我认为这个方向很有意思,尤其是在更新软件,改进自动驾驶汽车系统等方面,我们如何确保它的能力确实超过之前的版本,并且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目前还没有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只能通过某种方式进行测试,例如说,你通过了驾驶考试,就可以上路了,但你必须在行驶数百万或上千万英里后进行维护,所以,让我问问你,你提到Andrew A.A.N.G.通过展示善意的价值向你展示了什么? 你认为,对于人类和人工智能来说,良好的政策空间是由充满善意的政策,还是相反的剥削,甚至恶意的政策构成的? 在我们作为人类所遵守的政策范围内,或者,如果A.I.系统必失在这个真实世界中运作,你认为,很容易找到充满善意的政策吗? 还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优化问题? 我想对于人类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优化模式,你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长期优化的结果,这种优化是进化为我们做的,我们倾向于喜欢某些事物,这有时会使我们的学习更容易, 因为我们知道痛苦,饥饿和口渴,而我们知道,这些并不是我们被教导的,这在我们饥饿时,我们不开心,口渴时我们不开心,疼痛时我们不开心,最终进化把这个东西建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认为,有一种观念,似乎人类在一般情况下都喜欢相处,但同时也很有领地意识,对自己的部落很忠心,这似乎是我们收敛到的空间,我不是人类学专家,但似乎我们和自己的部落相处得非常好,但需要被教导如何对待其他部落, 如果你看看史蒂文平克,他在更好的天使中很好地强调了暴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减少的趋势,无论我们选择关注什么,似乎历史的长工都朝着我们越来越合作的方向发展,所以我希望是这样的,那么你认为能够交汇RL基础机器人这种善良,这种与人类互动的能力,这种政策,甚至让我问一个有趣的问题,你认为能够交汇基于RL算法的机器人爱一个人,并激发那个人也爱回机器人吗? 那就是基于RL算法的算法导致幸福婚姻的问题,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许我会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他,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和一个好狗互动时有多快乐,这有多接近,我的意思是,狗在家里迎接您,他们很兴奋,这使人感到快乐,当你回家见到你的狗时,你会很高兴,因为你知道他们总是很开心见到你,如果他们没有来迎接你,可能是因为你的伴侣把他们带去旅行了,那么你回家时就不会像平常那样高兴了, 这表明,狗狗的推理能力相当复杂,但仍然没有达到人类推理的水平,因此,似乎我们甚至不需要达到人类的爱的理性水平,就可以与人类建立非常强烈的感情联系。 我的想法是,为什么不呢?通过AI,我们不能够达到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友好动物之间的那种深厚感情吗? 这是一个问题,他是否对我们有意并不清楚,但我认为应该可以做到,他几乎说爱是答案,也许他应该说爱是目标函数,然后强化学习是答案。 Peter,非常感谢你,不想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今天谈话非常愉快,谢谢你的来访。